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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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的意識中間 有幾次有機會 像這個孩子一樣 擲桌 可能是自己去找太快 也可能是人跟你開想 總是大部分 我們都可以自己綁起來 要繼續走 不過有時候我們的城區有一些壁 讓你如果擴兜你就可能會不會起來 這是什麼壁 今天這個節目要為你來介紹 我是黃宇文 環境收看新安宮伊航伊 這是在台北伊航台下富製百年的供應鞋 七十八歲喝了阿嬤 獨立中一個一個小小的麵球 很多放在裸子裡面 他一個富製小道專門醫療用品的地方 林舅阿嬤製造就是八年 別想說你會這麼大的阿嬤 做這些事情是為了生活上的需要 出席上林舅阿嬤就是為了很熱心的志工 而且他會做志工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自己載年情的中風 十十年前 那當時身體還要算健康的林舅阿嬤 就在自己的家附近的公園散步 想不到腳手近人 夫人甘未典未典 運動好大家是要坐著手刀 坐下去是拿刮刮 刮刮要拿著手才怪怪的 沒有想說我今天不願意念我 不是要回來了 因為要回來了 因為要回到的時候 踏到腳再踏下去 不會頂到 就是這樣發現 很快很快 很快 旁邊的朋友 懷疑阿嬤可能是中風 所以趕緊叫阿嬤的好生 將他送往便宜救濟 我這個時候 這手都不會 這腳都不會頂到 一腳都不會頂到 一腳一手都不會頂到 一腳一手都不會頂到 以前的附近 正是了阿嬤朋友的懷疑 領求阿嬤因為血厄 夫人甘的親館 引起了中風 但是事實上 阿嬤的血厄 原本就比較高 只是他沒有意識到 自己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所以都沒有去注意到 這個運動精骨的危險 包括在第一身的技術後 您請阿嬤按人 度過危險的關卡 但是聖地阿嬤辛苦頂 清早的老老中風的正名 腳不頂到 那腳不頂到 腳不頂到 就容易腳不頂到 腳不頂到 腳不頂到的時候 他拿那個 拿鞋子 四腳鞋子 要摳摳摳摳 可以摳摳摳 後腳 後腳 沒辦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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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跟林舅阿嬤 有到一樣 做過的人 每一年 總共有五萬個 這一檔公司 每八到十分斤 都有一個人頂風 一檔中風 所代表的 就是背後 美母家庭的伴手 那所謂中風的話 就是老中風的話 是頭部的血管 它可能有兩個因素 一個就是在塞住 那另外一個是出血 那它的沉浸大部分是說 我們的高血壓 沒有控制得很好 還是說我們這些病人 他有心臟病 那他沒有把它控制好 一些塞 痠塞 跑著我們頭部 把血管塞住 引起了中風 那所以大部分是 他的血管本身 已經有問題 再加上他本身 這個病人 他有一些危險因素 沒有控制好 那在一個情形 突然之間 他的血管出了問題 引起一些神經的病變 比如說他會引起到 一半的半痰 他就說他講話不清楚 那我們就是說 他是一個中風 主要的來源是血管的病變 老血管的病變 老血管的病變 那老血管的病變 怎麼樣發生 他的時機 因不同的病因 比如說他是塞住的病人 一般你們聽到所謂的梗塞型的病人 很多時候是說他就早上起來 他血管一下子就塞住了 但是如果他一個病人 他有高血壓 然後他是控制不好 那可能他在活動當中 一下子血管 血壓太高了 那他就一下子破掉 那這個也會引起 他的老血管中風出來 那所以他的時間是 因為他的本身的身體裡面的 不同的危險因素 會導致他的發病的時間 會不一樣 中風經常都是突然間發生的 在這裡年會在50歲以上 競到兩年 今天是有糖尿病 有血壓 新種病 也有吃飯習慣的人 都是中風經路比較高的人 但是如果年齡比較低的人 我們現在發現其實有這個趨上 那大部分這些病人的層次 用不正當的藥物 那比如說我們曾經碰過的病人 發現搖頭碗 會死亡 那國內的手力也是死的 當時我們也發表出去 那比如說他有吃一些減肥藥 他會有的引起 那再過來就是 他本身身體有問題 比如說血液的凝固有問題 他會有 有些譬如說他這個風濕 免疫科裡面的那些 免疫系統做的問題都會有 所以不同的年齡層 我們去考量的病因素不一樣 沒有人的去進食 剛才進行一次又又一次生與死的戰爭 看起來第一塊的幾分鐘 影響的居使喚家一四人 對中風的喚家來說 時間的流食 可以說是很大的危險 如果沒有好治療 只有三人可以回覆 自我照顧的領域 六人會出現嚴重的後遺症 而且有一些患者會因為這樣來希望 如果他是初血性的中風 我們大部分還是維持療法 把血壓控制到適當的範圍 可是他的血壓不要太高 也不能太低 但是對於梗塞性的病人 如果他三個小時以內送來我們醫院的話 現在目前我們是可以用所謂的 血管的溶血劑TPA 那對這些病人來講是效果蠻好的 不過這些病人要用到這樣子的話 醫生的評估很重要 所以我相信當時急診醫師會找我們 曾經和醫師下去評估它 因為如果你選 這次病人選不對的話 反而造成病人的第二度的傷害 因為這次藥物 它有溶血溶到血管的一個塞子 但是它同時會出血 所以這些病人的那個選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次病人如果中風呢 趕快送醫院三個小時以內 還是有他的一個很好的所謂的狂經激期 給這些病人 但是嚴重的患者 可能因為大出血 也是老做一百塊 遞到失望 如果比較好運 換下來 也會留下後遺症 有的人因此變遂 也是無法說話 他們的未來 都因為中風 出現了痛苦的改變 以前的觀念裡面 因為中風是老大人的病 總是最近少年人中風越來越多 有一段以上少年人的中風 是跟高壓力無關 這些中風的少年人有四分之一的死亡率 今天接收的節目 要向你介紹中風 要怎麼有風 要怎麼治療 請休息 我們接收來收看 這台報純立中華基督教平衣 藝書館裡面的刷布揮手機 可以算是台灣早期主要援揮手的一個劍面 當時台灣的醫療環境的主要非常欠貴 有很多醫療用品 都是扣到像我疼心的外國選告書 對外國漂流過海的一路更到台灣 請求那時候的刷布 不但是非常貴重 又是非常欠貴 請求這麼貴重的東西 都不能亂來浪費 所以每一次在援援的時候 學生都會很小 你中別人使用過的刷布來給它撈下來 然後又將所有使用過的刷布來給它洗乾淨 用菌水來給它煮過 消毒過 又加回去刷布機 定身來使用 這樣 就還有很多乾淨的刷布在那裡使用了 現在刷布已經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醫療用品 全國各大友榜、超胸、甘馬店都有在外 所以介紹也加速 也差不多在每一個人家裡 去救生裡面都看得到 但是 最初我們先逼每一項主案 應該是這台刷布機 要讓我們最大的精神吧 中風雖然看起來真正是意外 總是我們從頭前的報道看得出來 中風其實後面有很長的背景 我們像高血壓、湯流背 都是他們去中風的危險的背景 我們的親人裡面 如果有人有這種背 我們就要很注意 隨時要有風、中風的危險 在台北的遞補身裡 在台北的遞裸身 美飾跟穿多那些遊覽 一些人都在打招呼歸過氣 進行的動作 我們現在躺下來喔 枕頭在哪裡 你看一下枕頭 要看那你左手是不是要過來 好 左手過來 扶著 扶著床 中風的話 依他受傷的腦部的位置 他可能會造成一些 譬如說第一個 先語言方面可能會出現一些問題 包括他可能會聽不懂人家講的 或者是他自己想講的 沒辦法表達出來 那當然我們最熟悉的 就是中風的時候 常常都會造成半側的肢體 無力 可能是右邊 也可能是左邊 那手跟腳的受傷的程度 可能都會差不多這樣子 那基本上還有其他的 像一些我們比較不太清楚的 譬如說其實有些病患的感覺 也可能會受到影響 像過去我們就有一些患者 因為在一個Salamus這個地方 受到的中風的影響 所以他會產生很異樣的感覺 而這個感覺 異樣的感覺 也讓病患會非常的不舒服 那當然 醫他其他的受影響的位置 好比像小腦 可能就會影響到他的平衡 那整體而言呢 中風如果說一而再 再而三的發生呢 有時候病患也會產生 所謂的智能方面的障礙 如果說一個整個都不能動的病人 他有很多鼻胃管 有氣管 有很多這些圍起他生命現象 他不能動 這個關節 這些大的關節 我們的護士都要幫他動 這個也是復健的一部分 這個所謂的床上面的一個復健 如果當時我們一進來沒有幫他做的話 這些關節會硬掉 你要給他再做復健的話 時間已經來不及 一旦中風患者 血壓也是神經 受到順害的程度 比較穩定 別人就等開始後一步的復健 有的別人 待約三四天就等開始 但是有的就需要一兩禮拜 中風之後所引起的功能的 上師大概我們可以歸納為 第一個是動作方面 一個就是語言方面 在動作方面我們又可以把它分為 是粗動作或者細動作 所謂粗動作就是他從翻身 他坐到站起來 行走這個能力受到影響 如果是這方面受到影響的話 我們就會給予安排像物理治療這樣的 治療的課程 在這個治療當中 治療師也會針對病患的肌力 他的關節的活動度 以及他整體的行走能力 或者他平衡的能力去加以訓練這樣子 這個器材主要是在針對於手的上半部的部分 因為伯伯他的手的這邊恢復 我們說過有六個等級 伯伯的等級大概在一到二中間 那等級不是那麼高的情況下 所以我們會先用這個繃帶幫他纏繞起來 那就是主要就是不在訓練前面的部分 那最主要部分是在訓練他手臂的上臂的部分 一樣手臂上臂也是有六個等級 那藉由這樣一個手的踩踏的動作 讓他這邊能夠也做到一些運動 那一方面預防那個關節不要去軟縮病變 那二方面也藉由這個運動刺激一樣 去刺激到他的腦部啊 讓他能夠做一些動作上面的恢復這樣子 但是青春盡頭這款需要比較油的動作 就要安排一些激凌治療 那是環節出現疑然的困難 這樣就必須要將對別人的理解力 和表達力來進行訓練 一般來說 中方料三到六個月 是治療會後的案件 復健我覺得最困難的很多病人也想知道的 覺得很困難的事情就是 看似以前都會的動作 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而他現在並不會了 那我想這個在心理上的打擊就是非常大的 所以事實上復健呢 我們常看到復健成功的案例呢 其實就是他本身有很強的動機 那這種復健的能那個很強的動作 他願意不斷的去練習呢 通常這種復健成功的例子就會比較高 要喝奶啊 老闆就不會痛 你愛喝就要喝奶 別別說 你愛喝又愛喝 你愛喝奶 你愛喝奶 愛喝奶 自己就辛苦 別說 好喝的啦 只是要走 你如果放棄就因為我不會怕 對嗎 你像阿嬤在便宜最寂寒的行為 讓他在兩年前 在到衛星宿主心中的標用 阿嬤應行動靜靈 一個原本需要別人幫助的老人 也有能力幫助別人 最好是不要想自己 想要想自己也去上班做 做回饋 回饋別人 我去招牌就是這樣 是說我來上班 我又要回饋別人 做二天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想 多死 純粹阿嬤現在的行動 藝原無方便 除 goudam reservoir 樓架外 Claire也因為退化 走路無方便 但是阿嬤比鍾風近前 更容易知道 如何照顧自己的身體 火鍋也 incredible 기자 insight 各位也 disappoint 我的上班裡 看到一電 Case 繼續祈禱保護 也審這段 應願無方度的零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後更進步 科學更發達 若是環節自己本身不想要好起來 這些都不好 在我們這集的節目裡面 我們看到他們中他們的背痛 當作人生的一個機會 在這個機會裡面 他們又站起來 改善他們人生新的一個路程 一個永遠無放棄的開核在他們的心裡面 我想拔桌沒關係 總是拔桌要有開核被背起來 人生就有願望 相對讓我們做多的檔檔 總是相對也要讓我們有開核來背這些檔檔 我是環議員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其實我覺得每個中風患者 像在我們這邊還在繼續做附件 都是要給他鼓掌的啦 至少他們都有在努力這樣子 那其實有努力就有收穫 附件這一塊真的是有努力就有收穫 你有跟他說很衰嗎 不會啊 你怎麼會衰 本來好好地變成這樣 那時候要換人自己的命 不能換人說到衰不衰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前面的路你越願意去付出的話 後面的負擔會越減少 如果你前面他有剛剛開始 你不去接受這個病人 你一直否定他 去找一些民俗療法也好 找什麼一些偏方也好 可能你後面那些負擔會更重 所以我覺得對於這些家屬 以及病人的忠告 你們還是有希望的 但是可能前面必須要多付出一點的愛心 以及耐心對這些病人 你可能以後的負擔 一個家庭會比較減少 中文字幕提供